TAT亞洲巡遊賽最後一天的賽程 賽前兩隻同為三世一敗的 香港黑龍以及澳門黑熊正面廁殺 沒想到黑龍從開賽就展現 攻防兩端的壓制力 當家中鋒歐巴薩進去一駐晴天 半場就高效率砍下9分 11籃板準雙十成績單 第一截率領香港21比16領先在前 而且除了歐巴薩以外 William Douglas表現更加火燙 除了進攻端無人科當以外 防守端更上演今天追魂鍋 擋下了黑熊的快攻 讓超卡回過頭飆盡3分 逐漸擴大分差 而澳門黑熊前兩階打得門 三分外線只有14頭二重慘遭封鎖 反觀香港黑龍其實三分外線 也同樣不靈光 但進去壓倒性的優勢 讓他們半場打完41比29 手握雙位數領先 所有戰局進入到下半場 黑龍軍團持續進犯 上半場收乾火燙的Douglas跟超卡 繼續他們的標分好戲 第三節末段Douglas更是發動快攻 上演風車拉竿灌籃即經四座 總計他全場狂轟乱炸 砍下最高30分 超卡跟歐巴薩兩人 也都有超過20分的火力支援 反觀黑熊下半場進攻 始終沒有起色 全場只有Tyron Nesby的23分 組成大局 讓香港黑龍蠶食侵吞 在比賽末段分岔突破30分之後 奠定瞬機 中場香港黑龍98比71大勝過關 亞洲懸賽第二名坐收 澳門黑熊則是取局第三 至於稍晚波拉火箭 和東海海盜的盧主之爭 則是形成激烈的拉鋸戰 火箭在第一節打出 三十一比二十的兇猛攻勢 這招取得雙位數領先 但是海盜也不甘示弱 二三兩階即起直追 二十四號的波拉能切能投 全場砍下二十七分 外帶九籃板 率領海盜下半場逐漸縮小分差 而隊友們卡西即使身材不算高大 但憑借著速度 多次出現刀鋒般的切入搶分 轟下全隊最高三十二分 並在第四節成功逆轉超車 然而浪費掉雙位數領先的火箭 並未因此亂了手腳 除了當家得分砍將 Alexander全場轟下三十三分 十二籃板十二助攻的大三元以外 打過UBI的馬克思 更是關鍵時刻展現能力能外的身手 攻下全隊次高的二十四分 抵擋住海盜的追趕 並在比賽左右八點九秒 接獲邊線發球 漂亮轉傳 Dolligan再一個小球 讓健行科大的哈登維克背著籃框 敗進超前兩分 加上後續海盜蒼皇出手未果 讓火箭中場驚濤駡浪中 95比93勝出 和海盜勇士同為一勝四敗 本屆TAT台北戰並列第四名坐收 TAT亞洲循環賽台北戰 最終日澳門黑熊交手香港黑龍 儘管黑熊軍團最後敗下陣來 落去這一次台北戰季軍 甚至這次比賽中內線身材較為薄弱 不過長城炮火倒是讓球迷們 眼睛為之以亮 其中當家射手劉靖邦 更曾在比賽中演出單場十顆三分 突破生涯紀錄的成就 其實我也想要不要再打 因為其實分差其實蠻大的 然後後來想一下 還是破一下吧 因為才差一球就破一下 畢竟是個像里程碑一樣的東西 可能破了會對自己有點 開心 開心 挺開心 劉靖邦是對上最早打職業的 一批澳門球員 但是蔡鳥年所屬的ABL規定 要有中國護教的球員才能參加比賽 所以他只能隨隊練習 後來黑熊改在澳門註冊 並啟用大量澳門球員他才得以解套 連續他的籃球路 而現階段劉靖邦依然以TAT聯賽為主 並尋求接下來的計畫 同時因為過往隊友曼寧高在新北谷王打球 因此劉靖邦先前就有關注過PLUSLY 不過現階段他也是相當珍惜在TAT的出賽 特別是這次的臺北戰獲得與前呼人三星的交手機會 他從開賽的緊張到後來在他們面前得分 這都讓他留下深刻記憶 同時這寶貴的經驗也將成為他未來挑戰 更高成績聯賽的養分 未來體育台三方報導 TAT亞洲巡迴賽台北戰亞洲登場的比賽 是由台北野馬碰上來自菲律賓的三寶岩勇士 由魔獸躲愛Howard率領的野馬三劍客 希望以五戰全勝的成績結束這趟臺灣之旅 開賽他很快就在籃底下二波進攻取分 幫助野馬佔據領先地位 千兩屆Howard有十四分輸出 然而勇士隊的大鬍子Ricky Price 並不想坐以待逼 第一屆飆進兩季三分蛋 讓分差緊咬在二十一比三十的個位數差距 不過來到第二節Queen Cook接管戰局 開啟無雙膽打模式 讓野馬隊的領先越拉越大 看他三分線外兩大步也能投進 就知道手感有多燙 半場就用五成命中率 轟進六季外線攻下二十六分 幫助野馬以七十一比四十三大幅領先 來到第三節輪到華裔射手中藝人在外圍發炮 底線自行出手穩穩命中 這站二十分進場 幫助雙方分差正式超過三十大關 儘管野馬三星中Demarcus Cousins 似乎出現些微傷勢 一共只上場不到六分鐘拿下三分 但另外兩人打好打滿 Cook完全投開 用二十二次出手標進實際三分外線 拿到全場最高四十分 勞大哥Howard則貢獻十七分十三籃板 防守端火鍋也沒少送 幫助野馬揚長而去 眾人他們就一百四十六比一百 擊敗勇士 無償比賽下來 平均勝分三十一點八 毫無懸念的載至整個台北戰賽事 落下冠軍 未來電台綜合報導 好 通過畫面來關心貼地亞洲巡迴 在台北戰的戰績排名 野馬是五戰全勝漂亮的拿下冠軍 黑龍跟黑熊分別是四勝一敗 以及三勝兩敗 也呈現不同囚風給台灣囚迷 巴黎奧運 美國男男交手南蘇丹的小組賽 面對熱身賽差一點點就要擊倒 復仇者聯盟的南蘇丹軍團 夢幻隊嚴正以待 不只是辯證把很多人唾棄的9MB按著板凳 一分鐘都沒打 同時拉上Jason Taiten Edden Davis等人加快攻防速度 就連黑龍和奧運首個Fill Go也順利入袋 展現了美國男男女 能聞風喪膽的陣容深度 並在中場以17分大勝過關 提前確定晉級八強 是會繼續變成這樣 因為 Steve Kerr是會變成 變成的運氣 They went with a faster, longer starting lineup with Jason Taim and Anthony Davis in it. His lineups and his game plans are working, even though,it's uncomfortable at times to sit superstar players, it's working. If you look at the way this game played out, the U.S.'s second unit was a killer unit, totally dominated the South Sudan. The lineup that he put together in the second unit tully changed the game. Steve Kerr 後面說 看 這是不關於NBA的泡沫 這是不關於誰要把你進入 在末日和末日之類的 這是關於獲得銀獎 而所有的東西都會到外面 他相信隊伍都會相信 他也說 猜猜什麼 上星期 Joel Embiid 會在開始組合 對於Puerto Rico 確實來到五環殿堂 陣容上的調配沒有外界想像 有這麼多的drama 畢竟輸掉任何一戰 都有可能讓美國隊同時金牌 也難怪Captain L'America LeBron James 依舊不敢大意 進仗十二分 七籃板五助攻 跟上Kevin Durant跟Camillo Anthony的腳步 來到奧運生涯三百分的里程碑 而這一戰也不只有 不老皇上表現亮眼 更有很多年輕人展現接班氣勢 Anthony Edwards 砍下十三分 Ben Adebayo 更轟下十八分 七籃板 告訴對手這種無限換防的速度 在他老熟啦 Ben Adebayo Kevin 在我的比賽當中 因為我猜測 我猜測他可能會比賽 他可能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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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廣大的科迷 千萬別急著生氣 畢竟柯爾總在NBA可是主打功勳籃球 更不用說蓋大森是他的愛將 因此要Curry板凳出發 應該不太可能啦 只能說會有這種說法 就是因為美國隊的戰力深度 確實是其他國家縱使籃球進步 也難以匹敵的優勢 而復仇者聯盟美國 接下來小組賽 最後一戰將要交手郭多里克 會不會在確定進擊後 擺出更多不同的組合 就請球迷醒來